10月16日,YouTube频道Workman公开了爱的舒华和MX5海源的影片 影片中,两人亲身体验了美容院的工作 在两人午休的时间片段里,互相讨论了各种故事,让彼此更加的了解 舒华询问到海源在GYP公司的氛围怎么样,像前辈和后辈的关系 对此海源表示,前辈们总是非常友善地跟我们打招呼 但是面对更深一步的友谊 海源说,只有和练习生期间一起度过的人关系比较亲近 在这种情况下,舒华提议说 那我给你介绍一个很好,很善良的姐姐吧 子鱼认识吗? 对此海源带着期待的神情问道,你是他的好朋友吗? 舒华说,嗯,很好,几天前才一起吃过饭 海源似乎很想认识子鱼,但表示 不过,我没怎么跟子鱼前辈聊过 在接下来的时刻,舒华当场就给子鱼打了一通电话 在线支持子鱼和海源的友谊 当子鱼接到电话时,舒华介绍了海源 海源问道,自己没有太多艺人朋友 子鱼前辈和舒华前辈是怎么变得这么要好的呢? 寻求交友的窍门 对此子鱼回答说,是通过共同的朋友介绍而成为朋友 听到这个回答后,海源有些沮丧地说 那么至少有一个朋友吧 但是舒华,以我在这里的坚定话语支持他 让海源感到非常的暖心 让人感受到了舒华对后辈的爱 期待子鱼和海源的友谊认证 爱都含舍,美儿姐说最新韩语 欢迎订阅和赞和订阅哦 再见 感谢观看